我最近听到有人这样说 在你身边当中最重要的人 不是你最信任的那个人 而是最信任你的那一个人 我相信真正的授权 其实是在信任感里面 不是说下一代不会犯错 我常说很多的时候 我们处在两种不一样的文化里面 传统宗教的文化 其实在传承的时候 比较像什么 很像是生产线 生产线是每一个都要一模一样 而且是什么 在生产线的文化里面 是临时无虑 不要有任何的错 不要犯错 很多的时候我们过去所熟悉的 就是孩子不要犯错 下一代不要犯错 年轻人不要犯错 接班要接班得很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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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有任何的瑕疵 因此所谓的不成熟 我们就很害怕 以及我们都不敢授权 让他们尝试 可是有另外一个相反的文化 就是天国的尊荣文化 就是我们今天在谈的 在天国的尊荣文化里面 你知道吗 传承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研发部 R&D 研发部的文化 跟生产线的文化 是很不一样的 它可以是同一个 一个是尽量要犯错 同一个公司 研发部是尽量要犯错 因为在犯错当中 才会走出一条新的路 在犯错当中才会有革新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是生产线文化 还是R&D 这个研发部的文化 会结出比这更大的国 当然是研发部的文化 当然是研发部的文化 可是某种程度我们必须要能够克服 我们对下一代犯错的那一种害怕跟恐惧 错误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不尝试才是更可怕的 要鼓励他们去尝试 当他们错的时候 我们去遮盖他们 我们继续爱他们 不是在错当中就把全命拿回来 就把受权 我们所授权的全命再拿回来 不是的 在错误当中我们鼓励他 帮助他 每一个错误 其实都是最好学习功课的时刻 每一个错误 可是在他们的错误当中 我们来帮助他们 给予他们恩典 教导他们 生命就成长 其实生命的成长 不是在书本上面 在教室里面所学习的 是实际在操作当中 有的时候在跌跌撞撞的里面 可是在过程当中 他们的生命就被成全